8.1检析中共国防部长梁光烈再次强调要坚持党队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同一天在中共事先设定的新闻发布会上 总政办公厅的官员表示军方坚决反对军队国家化 评论人士认为这正好说明了中国现在的民怨很大 军心难拢 中共非常担心一旦发生内战时 军队会把枪口调转 7月的最后一天中共在北京举行的会议很多 其中一个是中共国务院新闻办为军方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解放军总政办公厅政言士副主任王永胜 在回答香港记者的提问时说 因为军队是共产党的所以要反对军队国家化 时事评论员文昭指出 在军队里面一直都有部分思想比较进步的军人 他们拥护军队国家化 他们并不愿意让军队成为党卫军 所谓的党指挥枪 所以这种对中共的威胁也是一直存在的 他们想建立起一个所谓的这个共产党民主 和领袖独裁之间的一种中间模式 就是它是一种寡头分享权力的方式 同时呢 他在这个权力体系内部呢 想建立起一个相对制度化的一个权力进行的环境 但整个这个常识来讲的话 他是失败的 根据维基百科有关军队国家化等词条的解释 军队不得成为党派或私人干涉和影响国内政治的工具 也就是不得以枪杆子保卫政党或政权 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表示 当共产党特别的强调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说明在那件事情上可能要出事了 现在中国的政局又很不稳 各地的这个抗议活动 此起必伏 可以说几分钟就一起很大的抗议活动 整个的人心不稳 军心不稳 才造成他每当有个机会 他就要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军队对于党的效忠 今年中共两会前夕曾经一度传出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沁生 就因为主张军队国家化而被停职 虽然张沁生后来在两会上有公开露面 但是当被记者问到外界传闻的真实性时 张沁生却表示这些事不要说了 大陆一位经常和部队有联系的知情人士告诉新唐人 现在军心相当不稳定 这名知情人士透露 在军队里面有两种人 两种想法 一个是军队的高层要军队国家化 另外一个就是党的部队基层 已经彻底的丧失了战斗力 因为低层从士官开始到少尉一直到政委 每一个级别都是拿钱买来的 因此军队绝对不会为某一个使命而去战斗 我觉得中国的军方再做像六四那样的事情的可能性 已经非常小了 因为军方已经没有一个像邓小平那样能有绝对的权威 是回军队的人 第二呢这个军队呢人心也比较涣散 下层的军人呢实际上和农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和下层的老百姓的利益也完全一致的 中国高层 精英阶层 权力阶层 继续用弹剥老百姓的办法来维持自己的政权的话 会引起军人的这个不满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中国广东以及湖南等地的朝鲜战争以及越战的老兵 几年来多次通过网络组织示威游行活动 为此中共当局在八一前夕 关闭了中国国内最大的退伍军人联谊网站军魂网